巡逻小队被困城内 两只营救队五轮分上线 怎样武装分子火力实在强大 一把PKM机关枪索相批拟 直接把墙壁打出一个窝口 最后汤克军团上线 假设空中打击 再将武装分子给遏制住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订阅铁哥聊电影 今天铁哥给大家带来 战争动作剧集 漫长归途七八集 也就是这个故事的大结局 前面的剧情中 伊拉克的萨德尔城 萧恩带领的巡逻小队遭遇当地武装分子袭击 被困城中等待救援 随后两只营救队伍赶到城中支援 不想却险些被武装分子团灭 最后只能被迫撤退 诺米中为带领的营救一队撤退到城边 找回十三代城中的一队新兵后 再次联合十字军进行救援 不想又一次被武装分子打退 与被困巡逻队失之交臂 然而营救一队刚走 被困的小队队长萧恩 被敌人的一发子弹击倒在地 时间再次来到萨德尔城 4月4日的晚上 武装分子再次对巡逻小队 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敌人的机枪手再次上线 部中是一面检查萧恩的伤情 一面安抚丧失斗志的队友 让众人掩护好各自的区域 然后由他来想办法 除掉对面的机枪手 此时营救一队在武装分子的围攻下 已经行驶过撤离点 然而就是中卫诺米 刚刚把情报报告给基地 后面战车上的机枪手也被打伤了 最后一辆战车上的新兵 伤亡尤为惨重 还好有老兵在安抚救治幸存的士兵 营救一队还处在敌人的袭击圈内 由于敌人密集的火力 战车上的诺米中尉等人事先受阻 于是他旁边的司机冒险停车 下车将前面的玻璃擦干净 这才能继续前进 然后诺米中尉通讯告诉营地指挥官 他可以设置一个伤员集中点 一部分士兵撤离伤员 剩下的士兵再折返回去 营救被困的巡逻小队 但指挥官没有允许 因为附近的十字军 也正在和武装分子激烈交火 现场能见度非常低 他担心折返回去的队伍 被十字军的火炮误伤 所以指挥官要求 诺米带队立刻返回基地 指挥官将营救的重任交给了十字军 然而被困的小队 已经将照明弹用完了 如何告诉十字军 他们的位置将是一个难题 营地指挥官也在思考 如何帮助十字军与被困小队回合 很快被困小队这边 布中士布置好反击的办法 两名射击手一起开火 压制敌方机交手五秒钟 布中士随机不位 然而他一斤没能置敌 只好再来一遍 好在这一次 布中士一枪打中了对方 解决了燃眉之急 这时其他武装分子 还在向他们射击 布中士告诉队友 他们现在完全被敌人包围 不得已是在开火进攻 要节省弹药 为撤离做准备 暂时安全后 布中士安保众人和队友检查起了 队长萧恩的伤势 萧恩很幸运 子弹并没有打穿他的帽子 只是将萧恩打昏了 萧恩嘴角的血 也只是在倒地的时候 咬破嘴唇所致 很快萧恩醒来 因为脑震荡的缘故 他头痛欲裂 幸运的是 捡回了一条命 现在萧恩任命布中士 为小队领队 布中士告诉众人 只要坚持到十字军到来 他们就有救了 然而众人都不知道 十字军何时赶来 他们支撑不了多久了 随后 萧恩让布中士统计一下 还剩多少弹药 需要先休息 还一下 再向营地报告情况 另一边 营救一队终于使出了 武装分子的包围圈 但糟糕的是 最后一辆卡车抛锚 车上的新兵又被拉下了 老兵只能号召 还站得住的士兵 负责好自己的区域 进行警戒 被困的小队这边 检查完弹药后的布中士 将情报汇报给了萧恩 随后 萧恩拨通了营地的通讯 汇报了他们的弹药情况 不想指挥官 给萧恩送来了一个好消息 说十字军 预计30分钟后到达 而且他派出了空中支援 两架直升飞机 已经前去支援他们 直升机上配有大量弹药 萧恩等人 不用再担心弹药的问题 直升机就能帮他们 消灭附近的敌军 至于如何让十字军 找到萧恩他们 指挥官也有了计划 萧恩只需要将 VS17信号布摆 放在显眼的地方 直升机的探照灯发现后 将会指引十字军赶来救援 最后指挥官安慰萧恩 这一天漫长要难熬 知道他们已经身心俱疲 但这一天还没结束 指挥官保证 这次一定会救出萧恩等人 通讯结束后 萧恩坚定了信念 让队友赶紧找信号布摆 此时城中的另一边 那群被落下的新兵孤立无援 老兵只能言语安慰重杀的新兵 让他们无论如何 也要坚持住 别睡过去等待救援 此时萧恩这边 在车内一阵翻着 终于找到了信号布摆 他拖着受伤的身体 前往屋顶 还好布中士及时出现 帮助萧恩将信号布摆 带到了屋顶 很快布中士与队友们 将布摆铺到了屋顶上 一切准备就绪 他们一行人躲在屋顶上 等候直升机赶来 等待过程中 有人对接下来的营救很悲观 毕竟已经救了好几次 都没能成功 而且现在他们都没什么子弹了 但布中士却鼓舞中人 即使情况不乐观 也要战斗到最后 因为这才是最好的死法 在屋顶下面住户里 一名看守的大兵很好奇 这家住户为什么没有枪 因为在伊拉克 几乎每个住户家里 都会预备一把枪 以为不时之需 对此墙角的老汉表示 孩子没娘说来话长 雷明大兵很想听一听 其中的原委 毕竟他现在有的只有时间 简而言之就是 一向本分的老汉 却曾遭到萨达姆手下的 五股关押 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 由于老汉是一名 虔诚的实业派教徒 而且还亲眼看到过 暴力是如何 侵蚀一个人的灵魂的 所以他不允许家中 有任何武器 经过翻译的翻译 看守大兵都被震撼到了 他们感到很惭愧 不应该这样对待这伙人家 很快屋顶上 警戒着大兵们 听到了直升机飞来的声音 果不其然 通讯里传来了 空中救援队的声音 对方说 他们准备进行搜索 与此同时 武装分子也开始攻击 被困的小队 不让他们有所动作 被困队员想要反击 不想部中士告诉众人 不要盲目反击 让救援队先确定他们的目标 以免地狱火导弹 击错目标 然而直升机这边 寻查了一遍 没能发现目标 于是降至更低高度 打算再搜寻一遍 可是由于这里多处的屋顶上 都挂有地毯之类的物品 空中救援人员 还是没能发现 被困小队的信号不晚 营地指挥官 听到这个消息都沉没了 此时被困小队 也知道了这个情况 危机时刻 部中士决定 点起一个火堆 来吸引注意力 很快直升机上 飞行员知道情况后 启用热成像设备 再次进行搜索 然而地面上到处都是火光 一时半会儿 还是很难发现 哪里是萧恩等人放的火 这时武装分子 加紧了对部中士等人的围攻 一把PKM机关枪 直接将他们面前的墙 打出了一个火口 屋顶上所有大兵 都被这股强烈的火力 给压制住了 但部中士没有气馁 随即组织队员火力掩护 打算将火口封起来 多争取一些时间 然而对方火力太过迅猛 于是部中士一人端起机枪 向对面一阵狂扫 置之死地而后生 子弹打没了 也赢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 此时十字军来到附近 他们急需被困小队的准确坐标 几番呼叫后 空中的救援人员终于有了回应 他们找到了被困小队的坐标 当即汇报给了地面上的十字军 营地里指挥官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既然目标确定 救援小队随后发起了空中支援 给周围的武装分子 送去了一波回应面性的打击 然后将后续营救任务 交给十字军攻城神退 面对沿街阻击的武装分子 十字军根本没在怕的 继续浩浩荡荡地往前开 然而让被困小队没想到的是 这只十字军 竟也从他们面前开了过去 根本没有停留的意思 一名大兵都不禁吐槽 拍电影也没这么扯吧 他们根本拉不住对方 只能再次眼睁睁看着对方离开 很快所有人的弹药都差不多打光了 这时队长萧恩站了出来 他拿着手电筒跑了出去 想阻拦十字军 这边沿街的武装分子看到后 纷纷将枪口对准了他 还好队友们很给力 给他提供了有力的掩护 功夫不负有心人 十字军终于注意到了 后面举着手电筒的萧恩 然后折返了回来 峰回路转 被困的队员无意不感激队长萧恩 此时萧恩躲在路边 等来了救援的友军 随后营地里派出营救三队 去救被落在城中的一车新兵 而新兵这边 老兵认为不能坐以待毙 想要寻找救援 不想这时有人看到他们 急忙跑开了 老兵赶紧追上去拦截 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 对方只是拼命 还表示愿意帮老兵他们 老兵非常感动 另一边十字军 清扫了周边的武装分子 与被困的萧恩小队回合 而那名翻译在这时 选择告别萧恩等人 回家探望母亲 之后萧恩他们 在十字军的护送下 就此顺利地回到了营地 同样的 城中的那些新兵 也被接回了营地 营地里 萧恩等人看到那些 因救他们而重伤的士兵后 心情十分沉重 指挥官送走了 重伤的士兵后 又缅怀了一番 那些已经牺牲的士兵 他不知道如何 向他们的家人交代 然而这些消息 还是很快传回了国内 有的人庆幸 有的人难过 中外糯米与萧恩的妻子 但他们又十分同情 那些逝去丈夫的妻子们 营地里战斗过后的士兵们 都给家人们打去了电话 报平安 到了第二天 很多士兵们 还在清理战友们 留下的血迹 一位心情沉重的长官 随后来到营帐里 告诉安全返回的战友们 先将悲伤放一放 他们需要冲回战场 把城市夺回来 在场的大兵们鸦雀无声 虽然很无奈 但也只能等着下达命令 很快队伍集结完毕 那面当地繁衣也返回了营地 继续充当萧恩他们的翻译 当天下午 所有队伍再次出发 前往萨德尔城 影片至此结束 这部剧集讲述的是 2004年第一骑兵师 在4月4日这一天 遭遇武装分子伏击后 所采取的营救策略 但仅仅在这一天里 就发生了许多事 可以想象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 这支派驻伊拉克的骑兵们 他们遭遇的情况 其实在这部电影里 纠缘队伍与武装分子的枪战 还算是比较真实的 武装分子们没有降制 武力值简直马克斯 也许有人说 美军怎么会那么惨 问题就在于 事件发生在2004年 当时的城市巷战 治安战 美军都没有很多的经验 包括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 也没在上面得到应用 再加上 武装分子根据有力地形 自己摸索出来的一套打法 很容易让这支 出到城市的骑兵师吃饼 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 美国骑兵师派驻的一年间 就死了数百名大饼 回到剧本身 这部剧其实是双弦叙事 里面还有士兵家人的戏份 他们承担起了 剧中煽情的部分 但整体来说 它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剧集 请多多点赞支持 最后一定要记得 点击订阅 铁哥聊电影 咱们下期再见